爹 瞧把您吓的 女儿跟您说笑的 这种笑话你也敢说 你是个姑娘家 我是在大上海读过西医大学的姑娘 哪能像您说的那样 随便就找个婆家嫁了 爹 就凭闺女我读过的书 上海的教会医院一个月上百块钱的请了 那 那你回来干什么 女儿不是想爹了吗 你说这十年 咱们爷俩才见过几面 都加起来 还不到十天 女儿从小就没娘 就爹这么一个亲人 好闺女 别哭 这可是在柜上 让别人看见不好 爹 我想做事 您能帮我跟美老爷说一下吗 让我就留在会上 给您学做买卖 我读的西医大学不能白读 中医也是从小您就教我 等我把生意经学会了 我就可以自立门户 也开个大药房 咱们王家自己的大药房 小红啊 你就在这儿等着 我先去跟老爷说 成不成的你都别怪爹 好 站住 站住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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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了定钩子了 你大呼小叫的 黑龙山上那幻小娘们 她找上门来了 真的是你 王小洪 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 我爹是王福 你是福掌柜的闺女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那么多 就一句 告诉你身边这跟班的 别让他跟别人说 咱们在黑龙山上见过面的事 谁是他跟班的 我是他舅姥爷 你闭嘴 你放心 他要是敢说出去 我就打烂他的嘴 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 你不是坐着花轿 要过天门山口吗 不会你要嫁的新郎官也在我们家 别走啊 别纠缠我 找机会想想 站住 你是什么人哪 怎么跑到大少爷房间来了 凤娘 你怎么跟谁说话弄这么大嗓门啊 大少爷 他是什么人哪 不会是来偷东西的吧 林月 她是我朋友不是贼 朋友 嗯 那你是谁家的小姐 这位少爷 说话得慎重 我又不认识你 怎么能说是朋友 大婶 我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王福的女儿 是我爹带我来的 我刚才找茅房 想回去的时候 被院子太大 迷路了 她是王福的女儿 可说呢 她是那个福掌柜的女儿 她叫王小红 是听说福掌柜的女儿来了 是 她确实是迷了路 跟我闷道 我说 王小红 你一看你就没有闯荡过江湖 在哥哥我这儿 只要是跟我说过话的 那都是朋友 你跟我问路 那我们已然已经是朋友了 我说 你可真会迷路啊 找茅房找不到 找到大少爷房间来了 这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来的吗 你爹王福把你带到这儿来 就没给你讲讲美府的规矩 大少爷 这种来历不明的人 你不要随便打理 听您的 跟我来 好 好 刚才出门忘了拿手绢子了 我给二太太拒绝 跟我来 你 你这个骗子 你口口声声说 为了我终身未屈 哪来这么大的闺女 我 十年前你来梅家当掌柜的时候 答应我的那些话 你都还记得吗 记得 记得就好 要不是看在你这条群腿的份上 十年前我不会让老爷留下你的 要是有一天 你让我看出来你在挡梅家的主意 对老爷不利 我柳瑞芳豁出去 我名声不要了 我与你欲试俱分 王府的闺女 这边 二太太 听福掌柜说 你在大上海读的医科 是 难得呀 一科大学 可不是好读下来的 这丫头不知道天高地厚 非让我来求您 想在梅家大药房谋个差事 我本来是不该张嘴的 老爷 您千万别为难 快别这么说 好 副掌柜 你先下去忙吧 我跟她好好聊聊 来 一个学西医的大学生 想到我梅家大药房里来找差事 这岂不是 我不只会西医 从小我爹教我十字 用的就是本草纲目 还有伤寒杂病论 忘文问切我也学过 梅老爷要是不信 可以考考我 好 那好 我问问你 中医和西医哪个好 梅老爷 我回答不了您这个问题 好 如果说看病相打仗的话 那么中医组合 方法是调理五脏肺腑 平衡阴阳 西医主战 专攻并造 快速准确 可要说 到底哪个好 那得看病家得的什么病 依我之见 根本没有必要分出哪个好来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学医都是为了治病救人 干嘛非要分出个高下来 好 好 风姐 上茶 请坐 不敢 让你坐你就坐 再来好好聊聊 是 什么东西 真是没了规矩了 干给老爷平起平坐的 这个王府太不知好歹了 想让他闺女到大友房做事 难不成让老爷请他当女掌柜 当了十年掌柜 倒真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二太太 你说老爷为什么那么器重他 不就是因为他替老爷上了回土匪山吗 就算上了土匪山 可他也没亲手把大少爷带回来 还废物的自己给自己吓晕过去 让人家当兵的给扛回来 就这还跟咱们家要钱 可不是 二太太 这事啊 你可真的给老爷说一下 千万不能把这个王小红给留下来 我看呀 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才被我撞见 满院子瞎跑 还跑到大少爷屋里去了呢 什么 告诉你吧 我年轻的时候留学过日本 学的也是西医 真的 刚回国的时候 看到中药就觉得不顺眼 还建议我爹把梅家大药房 改成西医医院 可惜呀 我爹不同意 让我继承梅家的百年相好 逼得我不得不放弃了我的所学 这么些年过去了 人到了我这个年纪 觉得中医越来越好 可是在我心里面 西医的好 我也一直忘不掉 刚才你说的那个道理呀 我是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才悟到的 可你 人才呀 没老爷 您过奖了 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 凭你的学识 为什么不留在大上海高救呢 是这样 我不到十岁就离开了家乡 的确我这么一个女儿 现在 爹年纪也大了 所以我想 留在爹身边 静静笑 王府有福气呀 不过 一个医科大学生到药房里来 岂不是吃财了吗 只要能早晚待在我爹身边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没老爷赏我一份差事 就是赏我一个饭碗 王小红 感激不尽 快别这么说 你是人才 我求之不得呀 现在时局混乱 说打仗就打仗 我觉着西医 逐渐会派上大用场 当年我爹过世的时候 在祠堂里逼着我发誓 要按照祖宗留下的规矩 经营梅家大药房 所以这些年来 我一直 没怎么经营西药买卖 现在好了 你来了 梅家大药房 终于可以 中西合璧了 我已做了 我就是 他觉得自己的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他只能得罢了 也只能不得罢了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王小红 我是在大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 我也是玉平人 愿意给大伙看病 凤姐啊 给辛勤的西医女先生 乘出间房来 让他住咱家 他爹不是王福吗 让他住到他爹那儿去 那不好 他爹住在大幼房的后院 那院子里 还住着好多伙计呢 凤姐啊 咱辛勤的西医女先生 可是没家难得的人才 要好好带人家 瑞芳 瑞芳 老爷 瑞芳 招牌一挂出去 来了好多人看热闹 哦 对了 瑞芳 要不您也去看看 看看丹辛勤的西医女先生 是怎么给病人看病的 老爷高兴 瑞芳可高兴不起来 怎么了 老爷请那个王小红 是不是草率了 何出此言呢 王福在咱们家 当了十年掌柜了 从来没听说过 他有个女儿 那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 还说在上海上的西医大学 能信吗 王福的话不能信 她可是个老实人 整个玉萍 除了老爷您上过大学 能找出第二个人来 您回玉萍是为了守梅家祖传的基业 那她王小红呢 她跟我说了 为了行孝 行孝 那她干嘛不把王福 接到大上海去享清福呢 昨天我见了那个王小红了 我怎么看她都觉得不顺眼 老爷 瑞芳觉得您这事做得草率 干嘛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生意上的事 你又从来不过问 今儿这是怎么了 这可不是生意上的事情 这么个大姑娘进了梅家 不明不白的呀 瑞芳 你多虑了 她就是王福的闺女 有什么不明不白的 我今儿啊 给她谈了大半天 这姑娘有坚持 是个好医生 我想 在梅家大药房 要想有新的起色 全指望她了 来看她的人啊 那是人山人海啊 那有人找她看病呢 是一个也没有啊 谁能相信她一小丫头 全拿她当那西洋画看 有点意思我说 跑到大药房当女先生去了 还住在咱们家 那不成咱们家的人了 是啊 她真是服输的闺女吗 这也错不了 府掌柜那么老实的人 肯定不会跟着她 喝几会儿来骗咱的 大少爷 大少爷 凤娘 您这是 王福的闺女 她说得是实话吗 她真 真是走迷路 哎呀 哎呀 您怎么还记着这个事呢 您昨天 才把脑袋磕坏了 快回去好好痒痒 好好休息 别操那么多心了 大少爷 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 你见她是个女的 自然就可怜她 大少爷 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吧 她是不是来这偷东西的 哎 凤娘 她就是迷了路 大白天那偷什么东西啊 再说了 我这屋里有什么可偷的 那我问你 你怎么就知道 她叫王小红 大少爷 刚才我是挨着面子 没有戳穿她 你就告诉我吧 她到你这屋来干什么 不认不识的 怎么就能把她的贱命 都告诉您呢 她真的是走错了 我问的她叫什么 她就告诉我了 真的 她救老爷 啊 你是大太太的娘家旧 你是长辈 老爷让你陪着大少爷 不是光陪着她玩的 像这样不三不四的女人 要是再到这个屋里来 你就把她轰出去 放大管家说得对 都听您的 哎 放点啊 放点啊 哎 放点啊 我跟你商量商量 你让我去街上逛逛吧 逛逛 那怎么行啊 老爷昨天才说了 三个月不让你出这个门 我可不敢把你放出去 放娘 我可是吃泥奶长大的 你咋那么不心疼我呢 你想闷死我呀 小祖宗 小祖宗 你就心疼心疼老爷吧 我心疼他 要不是他 我和我的牡丹 早就双宿双飞了 哪至于有今天啊 我的牡丹 现在在马戎那老王八蛋那儿受罪 我一日救不出我的牡丹 我一日生不如死啊我 我 你怎么到现在 还想着救什么牡丹 你不要命了 我可告诉你 之前从黑龙山下来 你被定的可是同匪的死罪呀 要不是老爷去求 我的小祖宗啊 你知道老爷那求是白求的吗 老爷为了你 可是啥都舍得呀 你就孝顺孝顺吧 我爹拿啥求的马戎 你说啥 现在仙大阳都不好使 你爹 你爹送了马戎一处院子 才患得你活命 哪处院子 那处院子 何乡别院呗 那可是我们老梅家最好的一处院子 何乡别院 大少爷 你说老爷有多么疼你啊 那院子值多少仙大阳啊 得堆成小山都买不来的 小祖宗 你就别再想着什么牡丹了 你还是听老爷的话吧 好好的 娶一个好人家的大家闺秀 为老梅家传宗结代才是正事啊 何乡别院 唐哥 嗯 按照您的吩咐 我把何乡别院里的 把荷花 脸藕全都给刨了 满院子里摆满了牡丹花 嗯 唐哥 那您对大嫂 可真是这份的 废话 我的女人我不疼谁疼啊 谁让她叫牡丹呢 她要叫荷花我还省事了呢 行 辛苦兄弟们了 报告 你来 哲哑 大喜啊 咱们报上去的缴匪公文 大帅亲自批付了 还拨了十万块仙大洋做军饷 娘的 大帅也太扣门了 缴了黑龙川的土匪才给十万块 我想怎么也得给二十万呢 司令 公文你也看看吧 上面说大帅派的特派员就要到了 特派员干嘛 说是要检查军政药物 恐怕要上黑龙山啊 娘的 黑龙山的土匪真成了老子的心头大患 司令 特派员要是到了玉平 这黑龙山上的变故想瞒 他就瞒不住了 拿个屁 老子跟他说明白了 黑龙山的匪的确搅过 没搅干净他全都重来了 我有什么办法 娘的 反正银票已经到手了 他还能再要回去 郭伯伯 把大帅表彰咱们剿匪有功的公文 有大的字写成布告 给我贴出去 我马上去办 特派员好对付啊 可是黑龙山的土匪一日不剿 老子一日不得安宁 你得给我想办法 想搅黑龙山匪的办法 你得在他们那里头安插咱们的仙头 我就不信在黑龙山的土匪 都是石头里头蹦出来的 明白没有啊 我明白了 别瞄了 不瞄你也是天下第一美人 走 爷们带你去一个地方 好 下来吧 来 走 这是哪儿啊 进去就知道了 司令 怎么样 喜欢吗 司令 哪儿来这么多的牡丹啊 你就是想要天上的星星 本司令也想法给你摘先来 我一声令下 全玉萍的牡丹 就都到这集合了 这院子啊 是钱刚得的 今天刚收拾好 我已经下令让他们搬家了 今天咱就住这儿了 从今以后 这就是咱们的家 走 走 进屋看看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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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你的提提钱 你自己留好喽 一 一万块啊 所以啊 我没看错吧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啊 太多了 牡丹 牡丹不敢要 怕什么 不是怕 司令 司令 对牡丹 真是 真是太好了 哭哭哭哭 快快快 哭出来 哭出来给你爷们看 不能说你哭好看 你就总想哭吧 高兴你哭个屁 不是 司令 牡丹 牡丹从来没见过 这么多的现代羊啊 一万块啊 这可是一万块啊 司令 你对牡丹真是太好了 你是我明媚正娶的媳妇 我不疼你 谁疼你啊 再说了 你爷们过得是在刀尖上 天血的日子 子弹从来都不长眼睛 万一那天我挨了枪子 你成了寡妇 总得留点保命的钱吧 司令可别这么说 您这么好的人啊 枪子一辈子都打不着司令 现在我可不想枪子的事 我就不信了 这么好的院子和现代羊 留不住美人的心 牡丹的心啊 早就是司令的了 放屁 本司令眼睛里 从来都不留沙子 你的心是不是 我的老子看得出来 不过不要紧 不过不要紧 本司令喜欢喝汤 好汤都得要小火慢住 这件事情必须给我打听清楚了 不能出一点差错 你皱个眉头干啥 还不赶紧去 我是因为我爹不让我出门 要不然我用得着你 快去 要我说啊 你就别想了 他现在那是马荣的 我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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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怎么了 大少爷 您要是想干什么大事 等几天 等我能下地儿了 好给您挡枪子 好兄弟 大哥这辈子 能有你这么个好兄弟治了 该换药了吧 别了 大少爷 等舅老爷回来 让他给我换 哪能天天让您给我换药 行啊 你是我兄弟 哪有大哥不心疼兄弟的 舅老爷笨手笨脚的 不如我换得好 来 这是干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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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父老乡亲 你们要是看病就请进来 要是不看也别在这儿围着 我是个医生 又不是唱戏的 你说你们围在这儿看我干啥呀 啥叫西医啊 西医啊就是给洋人看病的 这可真新鲜了啊 咱玉萍又没有个洋人 你说这媒体大药房 请个西医来干啥呀 都散了吧 都散了吧 我回家 这西医跟周医我听说不一样的 他们符合我 你爱人和阿弥师傅 跟他们根本就不说 他这个病跟他们能够吃 都能够吃 都能够吃 没有 二太太来跪上了 有何吩咐 不敢 二太太 二太太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还嫌人不够多呀 不是二太太 我王府有话要跟你解释 解释 解释什么 闺女都那么大了 还说孤苦伶仃一辈子全是为了我 骗子 十年前我就不应该信你的鬼话 王府 我告诉你 休想打梅家的主意 我怎么敢 不敢 连闺女都过来给你当帮手了 那天你冒死上土匪山 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 感情是为了让老爷信任你 我告诉你 不管你打什么主意 都甭做梦了 不出三天我就能把你闺女撵走 你看着吧 一万块 一万块 这可是一万块呀 八岁那年 我爹为了两块钱的养 就把我卖进了青楼 这个老东西 他要是知道我今天值一万块钱的养 他还不得后悔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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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我现在有一万块钱的养了 不管走到哪儿 我都能养得起你 我都没有狼 你就快点来接我吧 好吗 我一看见马荣那张老脸啊 我心里都害怕 太太好 都别跟着我了 让我一个人听听话 太太 您要出去 得先向司令报告 司令去陪省城的偷拍员了 他亲口跟我说的 我怎么跟他报告 没有司令的命令 您不能出去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信不信 我让司令枪毙了你 我是司令的兵 宁愿被枪毙 也不能放您出去 是 你也太认真了吧 兄弟 我就是出去买点点心 太太 司令吩咐过 你要买什么东西 我们替您去买 请吩咐 我什么都不去 我根本就没想出去 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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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还有马荣那老不死的爹 全搬进咱的和乡别院住去了 真的 太好了 干 干啥去 住在军政办公处的院子里 我进不去见不着我的母蛋 到了和乡别院 谁也别想拦着我 那你也进不去 各个门口全部安排了站岗的大兵 我还怕站岗的大兵不成 那你也不能大白天哪 一闯啊 也是 那我就晚上动手 我潜入和乡别院 一刀宰了马荣 抢回我的母蛋 宰了马荣 还能活着把母蛋抢回来 那 那就先把马荣的狗命记在账上 我趁马荣不在家 抢回我的母蛋 是啊 你要的那是母蛋 还犯不上跟他马荣玩命 那你再去帮我打听打听 马荣哪一天不在家 虽然本的少爷心急如焚 但是我还能再人几天 非去不可 非去不可 救不出我的母蛋 我怎么在这世上为人 那就是今天 省里来了个特派员 马荣今儿晚上要在如意楼请客 那他肯定不在和乡别院 哎呀 行啊你 大听得这么清楚 谁啊 我是你舅老爷呢 太好了 这天怎么还不黑啊 你急傻呀 这才少我 对了 救出牡丹以后 我得有个落脚的地儿 你还得再帮我一个忙 好 西医女先生 这头上看了几个病人啊 你有病吗 要我帮你看一下吧 我没病 我是来给你提个醒 凤子管家不是安排你到西边那小院住去了吗 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你那屋里进贼了 你怎么到我屋里来了 出去出去 咱俩都是拜过堂的人了 在一个屋子里说说话还不行 谁给你拜过堂了 黑龙山上几百号弟兄都是见证人 你还不认 怎么样 我不说 我们家这房子住的书 起来 起来 你往哪儿坐呢 本姑娘的床也是你坐的 要坐坐那儿 这么凶 有话快说 没话赶紧走 我还得回诊所坐诊呢 给你送礼来了 把她放在屋子里叫得可好听了 晚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 让她给你结结闷 我不稀罕 拿走 不稀罕你就把她放了 过过又不能掐架 我也不稀罕 刚才特意给你抓 没事了吧 你赶紧走吧 让别人看见了可就麻烦了 我说 你这人忘性也太大了吧 是你约我来的呀 我什么时候约你了 你今天一大早到我房的时候 你不是跟我说有机会详谈吗 我听说凤娘给你安排了住处 就屈尊到这儿来跟你详谈 你怎么还老黏我呀 好 我跟你详谈 我告诉你 黑龙山上的事情我希望你一句都别说 让别人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好 行 我也不愿意让外人知道我跟你成了亲 丢不起那人 瞪什么眼 我告诉你 在我眼里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 看在你跟我在黑龙山上共患难的份上 我全当你是我兄弟 兄弟 在这个家有事招大哥我 没有当大哥不照着兄弟的道理 我不是你兄弟 你的舅老爷才是你兄弟 哎 我怎么就不是女人了 你一个小毛丫头你懂什么是女人 你是没见过我的牡丹啊 你知道女人是什么做的吗 我告诉你 女人那是水做的 我的牡丹那就是水做的 那才是女人啊 女人中的女人 干水做的 呸 你才干水做的呢 你的牡丹什么样跟我没关系 我看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记着啊 你没见过我 我也不认识你 以后咱俩最好不要有来往 快走 行 不对啊 这是我的家 你给我听好了 不管到什么时候 只有我黏你的份 没有你黏我的份 成 那我走 我正事还没问呢 黑木桥大哥怎么样 黑龙山的弟兄们在哪儿落脚 我上什么地方能找到他们 我跟你没交情 我凭什么告诉你呢 汪小虎 你一个姑娘家的凶成这样 你就不怕嫁不出去啊 嫁不嫁得出去 是我的事 你管得着吗 你敢走 你敢走我就喊 让凤娘来收拾你 你刚进我们没家一天 你就把本大少爷勾引到你屋来了 你有什么企图 没清楚 我喊了啊 来人哪 给我叫凤娘管家 我